养老金到今年截止应该是20年连续连涨 从2015年之前每年的涨幅幅度大概是在10%上下 最低不会低于7% 那么进入到2020年之后放缓了速度 也由于国内外经济的缓冲 导致我们现在养老金确实有所下降 但是增长的比例已经延续了20年 但是加一户小的事情就是养老金亏空现象 确实越来越严重 那么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近期对养老金的问题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提到未来的老年人将面临两大选择 一是延续退休 二是接受养老金的减半的现实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那么这一个预测的背后是养老金发放面临的严峻挑战 那么说到养老金呢 这本应是老年人在年轻时辛勤工作 储蓄积累的回报 那为何现在会面临严重的短缺的困境呢 那么我尝试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计算 以及广州为例 以广州为例 每月缴纳一定数额的社保 交满15年后 这笔费用累积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 庞大的数字和财富 而当我们达到退休年龄 开始领取养老金时 那似乎我们发现这笔钱的总额 与我们所缴纳的金额相差并不大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略有不足 就是减少了嘛 那么然而为何会有那么多关于养老金缺口的报道传言 甚至是一些实力呢 这不仅让人产生了疑惑 那毕竟呢 我们缴纳社保的费用 并不只是简单的出入到银行 而是被用于各种投资 以实现保值和增长 那么此外国家还通过 做什么叫做 划算国企股份等方式吧 为养老金提供额外的支持 就是额外增加了很多的补助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那么但现实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货币政策物价的上涨 那么社保缴纳人数减少 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现在社保的参与程度和参与的 这种渴望度在持续的下跌 那么都在不断启示着养老金的储备 而未来随着养老人口的增长 这一压力还在进一步的加剧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解决办案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养老制度的改革力度 提高社会缴纳 这个社会保障缴纳的比例吧 就说你缴纳的总数要多 例如养老金发放水平 其次我们也可以通过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方式 如比如说像这个鼓励企业 年金奖 个人储处等来减轻养老金制度的负担 最后呢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增强养老的意识 提高规划自己的养老生活 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那么最后呢 就是说总结一下 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社会现象 和社会问题有待以解决 而解决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只能通过多方面的合作 多方面的尝试 多方面的改革 我们才能确保老年人晚年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么现在整个实际操作和改革的实践当中 我们发现 年轻人现在缴纳社保的人员越来越少 尤其是现在有将近3000万的退休老人的工资 每年都在上涨 其中包括1000多万的公元的工资 涨幅的幅度会更大 而现在青黄不接 作为年轻人参保的意愿 和这个自己的对未来的规划越来越弱 他们对于社保的不理解 对于福利的不是特别的能够去实心的去接受吧 那么总之 现在我们要动用一切手段 一切部门合理的进行改革 比如说未来可能要实行的养老金的病轨制 把原来的双轨变成病轨制 其实都是对于养老金平衡发展 持续发展的一个常识性延续 对于养老金平衡发展的一个常识性延续 对于养老金平衡发展的一个常识性延续